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2017年4月19日的深夜 确切的讲应该是4月20号的凌晨了 各个社交媒体上都在讨论美国之音 突然掐掉信号 终止了郭文贵的这个第三季爆料 这个事 很多种说法 我在一个群里面做了一些发言 也有一些其他群友的发言 我转给大家听一下 供大家做参考 郭文贵这次爆料 被突然中断 引起了很大的 这个红纵 尤其是在推特上 因为郭文贵在推特上战斗 所以推特上 人数的人在议论这件事 在其他的社交媒体当中 也在讨论我明天上午 这个美国时间 要到美国的这个对外的电台 去谈这个郭文贵这个事 到时候再给大家分析 详细的这个一些细节 那现在我想跟大家透露几点 观察到在我认为 这个有意思的点 第一呢 就说郭文贵啊 这次爆料啊 报道 刚报道有意思的点 就突然中断了 那那么被中断之前呢 已经爆出来的东西 就是他说是 傅政华啊 这个敲打他 可能要五千万 他说你给出去啊 只给了一百五十多万了 这个已经给不上了 这个应该是有证据 当然证据没有展示 没有来得及展示 傅政华拿了一百五十多万 只是说傅政华想通过他兄弟 想把这个一百五十多万 再退回来 郭文贵没有接受 那么退回来之后 这个将来 向中断委也有一个说法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说是傅政华 实际上他的后代老板 是包子 等于是包子让傅政华 去叫他老七山 可能建筑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 过去一直有人猜测 包子和傅政华不是一路的 郭文贵是现成方法 拿证据来说 他们坚持这件勾心斗角的 第二呢 就是在这个郭文贵爆料的 几乎是同时吧 从国内 通过博讯 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新注册的 一些账户 在优秀国上 东西里的东西都出来了 包括马倩 包括这个王世杰 就是过去的郑州市委书记 这都是因为跟郭文贵 打交道落马的 这个高级官员 这些人都接受中纪委的审查 这个审查的录像 都出来了 在YouTube都发出来了 当然这个目的是很清楚 是要说郭文贵这个人不行 谁跟他打交道去倒霉 这个是诋毁郭文贵的人格了 这个 当然这个背景 这个是很清楚嘛 谁能拿到这个东西 我们小老百姓 一般的地点绝对拿不到 这个是中纪委高层 认为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其他那边的人弄出来的 王岐山那一派的人 甚至是胡书记他们的人 但是放到境外 境外能看到 那还能看到 第二呢 郭文贵的这个爆料 进行中 这突然终止之后 几乎是很很快 大概几个小时之内吧 国内的这个中纪委 那些审讯机会就出来了 包括马健啊 包括原来的郑州市委书记 就是跟郭文贵打过交道的人 纷纷接受 中纪委的审讯 这个审讯记录 视频 坐在海外的YouTube上 给弄出来了 当然是为了诋毁 郭文贵的这个人格了 就说这个人是个烂人 上面有朋友问 龚小夏有没有问题 这个龚小夏我认识了很多年啊 他这个是 现在应该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主任 他呢是 他呢是 应该是 促成郭文贵爆料的一个主谋 他从他角度来讲 从专业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做成做大 做越轰动越好 符合新闻规律 新闻工作者总需要把新闻做到最好 当然肯定来自 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北京的压力 来自美国国务院的 甚至白宫的压力 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猜 当然我们没有证据啊 所以他没有扛过这个压力 很多这个推特上的推友啊 骂龚小夏 优秀国上的这个 美国之音的这个 视频节目 这个留言 也绝大 客观公论的讲 龚小夏 作为一个老的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一个博士 北大毕业 哈佛毕业 他的学历 他的这个 新闻的从业的背景 比陈小平要 要资深的多 群力也比陈小平高 但是他这次发挥 没有发挥出他的水平来 他没有达到人家 明镜陈小平的水平 这个水平上以下 可能是压力太大 可能是压力太大 所以对于他个人 可能是个不幸的事件 这个事情 因为牵涉到关系比较大 影响又很坏 可以说 这个兄弟王伯拉哥你好 这个昨天 我也在听这个郭文贵的爆料 报道 刚刚开始有点头绪 这个时候这个中断 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中断 这个事情 给我感觉到 这个中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海外势力 在日渐扩大 甚至影响到美国 这个川普啊 本来就非常抱有 很大的信心 是非常强猛 结果呢 也屈服在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种官场的这种 因为之下 居然也施加压力 让自由的美国之音 也闭口 这个这个 这是 非常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 这个网友啊 怪这个 空小夏也不对 非太怪空小夏 是吧 要怪就怪 美国 是吧 对这个 就是说 那个那个 对空小夏 施加压力 那些美国人 啊 美国国务院 或者美国什么 什么新闻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协会 是吧 这些 这些对这个 美国之音 有这个领导关系 或者施加能力的 那些机构 要怪就怪这些 啊 大鼻子的美国人 女界呢 这个爱这个 怪这个中共 怪这个土狗啊 这个没 咱们没有意见啊 这是一致的 但是除了怪土狗 土狗 土狗啊 这个大 有些大鼻子 还是要怪的 是吧 这大鼻子 顶不住中共的压力 是吧 接受了中共的淫威 是吧 让自由 这个美国之音 不能发音 发声 当然要怪了 啊 当然要怪了 是吧 就像我们今天 啊 看当年那个 就是46年到49年 那个三年内战 是吧 我们当然要怪美国了 当时美国这些政治家 眼光短前 没有对中华民国 进行有效的支持 是吧 导致了美国人 在韩战中 刺伤惨重 如果美国 拿出他在这个 咖 这就是 这就是韩战中 一半的 如果美国的政治家呀 有这个远大的战略 沐光啊 拿出他在 韩战中 一半的 这个 军事援助 一半的兵力 一半的这个 这个军事设备 来啊 支持国民党 那共产党能够统一中国吗 啊 百万兴师能 能够过大江吗 那如果美国第七舰队 就在上海的地方一驻扎 是吧 两组航空母舰 是吧 共军这边一过江 小木团 啊 每天站 飞机 轰大长江 啊 那共军的那个小木团 能过长江吗 啊 所以说美国没有这个 这么干啊 他说一说 当然我们要贵啊 要贵美国人 啊 突然停播这个事啊 这个 古小夏是 虽然他这次发挥的不好 啊 这个 呃 我同意 发挥的 没有发出 他应该有的这个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这个 水平了 但是毕竟节目还是进行到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 八十分钟 被突然查掉 这个绝对是没被古小夏个人抑制的 那么应该也不是来自台里 他不是美国之音领导层的决定 啊 领导层都是外国人 就是古老夏的上级领导都是外国人 都不懂中文 那郭文贵讲什么东西 他不想往好长时间 感兴趣的话才能研究明白 他们搞不明白 另外他们已经同意了 那这个 古老夏干这个事 那郭文贵已经得到授权 所以 他们不会 所以是 应该是来自美国之音 领导层之外的更高的压力 迫使他 呃 美国的这个权力啊 啊 刚才这个邓和星讲到这个 又提到四六年 四四九年这段时间 美国没有有效的支持 共产民国政府 导致供费 啊 很轻松的赢得了内战 那么这也鼓舞了后来的金日成 发动了对南韩的侵略战争 啊 这个 促使美国 政治家 蛮人猛醒 觉得亚洲的事情 如果再不干预 就有可能全部都落到 共产党手里 所以 呃 派了麦卡特去 帮着南韩打北韩 那么 也把中国 拖露了这场战争 那中国参加南韩的 这个 抗援朝 这就是一个说法 完全没有存寒齿寒 而所谓财亡齿寒的因素 是 迫于斯大林的压力 啊 斯大林指挥他们 把中国人去当炮龟 这个说来话长 美国的政治实际上是 一直是有 有这个 分权制衡 这就是他的民主的特点 啊 他有的时候呢 是 一波这个客 他这个民主党是 一套做法 顾和党是一套做法 有的时候是官僚 你比如像美国国务院 他是一个 很多人是连续 多届任用的 他是一些 多届人员 就是 咱们过去 中国人管这个叫利 啊 就是一个技术 国务院好多都是干这个的 像中国政策 具体还是他办事 他不意见 啊 那么白宫换了人之后 啊 有的时候他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所以说至于说 谁到底是一个什么力量 啊 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啊 最高领导层的这个意志 导致美国之音停播 啊 严重损害了美国之音的声誉 啊 这个背后的力量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啊 相信慢慢会知道 在这个郭文贵 啊 这个 在美国之音这个爆料 也就是19号之前 至少有15天吧 我就在推特上 啊 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事 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郭文贵在这个推特上 这个拉黑了我 呃 拉黑我的原因 我后来分析可能是因为 他曾经就是发过一张他跟达拉拉的照片 合影的照片 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那么我我呢 接到爆料 呃 呃 是说实际上他是执行马建 呃 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任务 因为中国政府知道 得到情报说 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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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这个显然是郭文贵发现之后呢 他肯定是不愿意别人去议论他 他是想打造一种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而且是跨越阶级跨越种族的 连达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那么他达到这个形象 如果有人揭穿他 说这实际上是执行中国国安部的客户刺探情报任务的话 这个对他极为不利 他很讨厌 所以他给我拉黑了 我四天前 就是他在爆料之前 四五天之前 我才突然发现 哎 不能拉黑我呀 这老兄 本来我们是互损他 拉黑之后呢 我就所以跟他谈了一下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我就警告他 我说国际刑警组织有可能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刑事通缉令 就是全世界通缉 你就没法履行了 有可能你在美国还可能遇到警察的时候有麻烦 我还提醒他 有可能这个习习包子跟这个川大爷谈判了 国安部还没给他 没给他报销呢 那意思就是应该是可以报销的 就是他之前中国国安部的任务 他是一个特务 特工嘛 他自他非常重要的情况 也就是中国政府如果是能够确认 达罗马得了心脏病的话 那这个对于流亡政府的这个这个政策 特别都可以做做做精准的调整 这非常重要 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制定呃 对付藏族人的这个策略非常重要 所以这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自己说的非常清楚暴露了更多的细节 他也没有替佛教徒这个事了 他这也挺好 还是有价值的 呃 郭小夏应该是会作为替罪羊 东方也可能会被做替罪羊 呃 这个东方也是美国之音的老记者了 这次表现的也是 没有表现过他应该有的水平了 啊 这个有的时候他的声音也被掐掉了 所以这两个人也蛮可怜的 因为主要是这个事对美国之音的声誉 造成的伤害太大了 呃 而真正的压力是他们两个人所不能控制的 呃 有的时候啊 人生当中就会过到这样的事情 呃 就是就是要被牺牲掉 就是要被牺牲掉 但是 呃 也有可能因为这件事 呃 把郭文贵爆料 呃 推向了更高的一个层面 呃 推向了更大的范围 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 也可能会挑动美国 美国的政治 呃 至于具体怎么发酵 要看什么人对这个事感兴趣 也要去关注他 要去追究他 我们生命一代 说句题外话啊 就说 呃 这个事儿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事儿啊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 还是一个金钱的腐蚀 就是现在中国随着中国越来越崛起啊 中国是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很有钱啊 没有在中国共产党认为 没有钱搞不定的东西 尤其像郭文贵呀 肖建华这样的白手套 你想测试 达了喇嘛这样的情况 你能想得到吗 他能够让商人去做啊 商人就愿意给他去做 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你怎么能去做这样的事呢 对吧 这个达了喇嘛 如果是真的有心脏病的话 被中国政府确诊的话 中国政府可以设计一个 针对心脏病人的谋杀行动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很容易做 那个毛 写毛回忆录的这个 李治随之这么干掉的被人家 那么就说这个金钱 中国共产党人 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他们认为 金钱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辅持 包括国际刑警组织 那现在已经成功的辅持了 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就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你想想 所以说中国政府想通缉郭文贵这样的人 或者通缉魏京生啊 王丹啊这样的民主人士 那他可以随便编造 说你常见犯 说你是偷盗犯 你是贪污犯 行贿犯 各种随便编一个东西 那么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把它发出来 在全世界通缉你 这个非常可怕 一般人啊 你想不到 马克思说的 这个金钱可以买一切东西 没有金钱捕食不了的东西 马克思说吧 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树 就是钱 经济力量是无成的 那么就是说 现在就说了 美国之音能不能被中共的金钱给干掉 能不能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川大爷 川大爷的女婿 能不能通过马云啊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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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吴小辉啊 这些人 通过金钱 通过白手套 能不能把它腐蚀掉 这都是疑问的 这美国的左派媒体 现在就盯着这个事呢 美国的好处呢 他有一些监督机制 他有反对党 天天盯这些事 如果川普 强定共产党搞点 这个金钱上来往 接受他的 藤衣炮弹腐蚀的话 那反对党 这一关过不了 那些 那些左派的媒体 这个时候就跟疯狗一样的 去咬他 所以美国的政客啊 想接受 想吃中共的藩衣炮弹 也不容易 这就是民主制的好处 在民主制下 他的这个政客 政治家 甚至高到总统 也是可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 金钱是万能的 没有 不能够被金钱腐蚀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 是可以把美国总统就腐蚀掉的 但是 他也不排除就有川普这样的人 那七周岁一把头了 他就不缺钱 他自己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 他自己的豪华别墅 那比白宫 比总统的这个 这个官地 要豪华的多 他什么都不缺 生活当中美女 女儿也很漂亮 老婆也很漂亮 什么都不缺了 什么都尝过 见过 见识过了 他就想让美国 重新美大 就想做美国的最美大总统 他对我说 这个是金钱买不了的 那么川大 也是不是这样的人的 能够打破 马克思的这个 金钱乱能 经济基础 决定上升建筑的 这个预言的 这个这样的政治家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种官场的这种 淫威之下 居然也施加压力 让自由的美国之音 也闭口 这个真是 非常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 怪这个空小夏也不对 非太怪空小夏 是吧 要不然就怪 美国 是吧 对这个 就是说那个 那个 对空小夏 施加压力的那些美国人 美国国务院 或者美国什么 什么新闻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协会 是吧 这些 这些对这个 美国军 有这个领导关系 或者施加能力的那些机构 要怪就怪这些 啊 大鼻子的美国人 余见呢 这个爱这个 怪这个中共 怪这个土狗啊 这个没 咱们没有意见啊 这是一致的 但是除了怪土狗 土狗 土狗啊 有些大鼻子 还是要怪的 是吧 这大鼻子 顶不住中共的压力 是吧 接受了 中共的因为 是吧 让自由 这个美国之音 不能发一发生 当然要怪了 啊 当然要怪了 是吧 就像我们今天 啊 看当年的 就是46年到49年 那个三年内战 是吧 我们当然要怪美国了 当时美国这些政治家 眼光短前 没有对中华民国 进行有效的支持 是吧 导致了美国人 在韩战中 刺伤惨重 如果美国 拿出他在这个 卡 这就是 这就是个韩战中 一半的 如果美国的政治家呀 由这个远大的战略员 沐光啊 拿出他在韩战中 一半的 是吧 这个军事援助 一半的兵力 一半的这个 这个这个军事设备来 啊 支持国民党 那共产党 能够统一中国吗 啊 百万兴师 能能够过大江吗 那如果美国 第七舰队 就在上海的地方 一驻扎 是吧 两组航空母舰 是吧 共军这边 一过江 小木团 啊 每天站 飞机 轰大长江 啊 那共军的那个 小木团能过长江吗 啊 所以说 美国没有这个 这么干 啊 他说一说 当然我们要怪 啊 要怪美国人 啊 突然停播这个事啊 这个 谷小夏是 虽然他这次 发挥的不好 啊 这个 呃 我同意 发挥的 没有发挥出 他应该有的 这个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 这个 水平了 但是 毕竟节目 还是进行到了 一个角色零二十分钟 八十分钟 被突然查掉 这个绝对是 没被 谷小夏个人抑制的 那么 应该也不是来自台里 他不是美国 是因 领导层的决定 啊 领导层都是外国人 就是 郭老夏的 上级领导 都是外国人 都不懂中文 那 郭文贵讲什么东西 他 郭文贵发现之后呢 他肯定是 不愿意 别人去议论他 他是想打造一种 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而且是跨越阶级 跨越 种族的 连达外都可以 成为他的朋友 那么他达到这个形象 如果有人揭穿他 说这实际上是执行 中国国安部的 特务 刺探情报任务的话 这个对他极为不利 他很讨厌 所以他给我拉黑了 我四天前 就是他在爆料之前 四五天之前 我才突然发现 哎 他怎么拉黑我呀 这老兄 本来我们是护士他 拉黑之后呢 我就所以跟他谈了一下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我就警告他 我说国际刑警组织 有可能会接受 中国政府的 刑事通缉令 就是全世界通缉你 你就没法旅行了 有可能在美国 还可能遇到 警察的时候 有麻烦 我还提醒他 有可能 这个西包子 跟这个川大爷谈判 就是谈到他的命运 当然这一次 这个爆料过程中 郭文贵人家自己 就是主动交代了 确实是干这个事 而且那次的费用 光飞机票 就三个亿 好累的一张飞机票啊 去了一趟 德拉萨拉 这个建了这个 这个估计是 他说这个 中国政府官部还没给他 没给他报销呢 那意思就是 应该是可以报销的 他就是他执行 中国国安部的任务 他是一个特务 特工嘛 他自他非常重要的情况 也就是中国政府 如果是能够确认 德拉萨拉得了心脏病的话 那这个对于 流亡政府的这个 这个政策 都可以做 做精准的调整 这非常重要 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制定 对付藏族人的 这个策略非常重要 所以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自己说的 非常清楚 暴露了更多的细节 他也没有替博教徒 这个事儿了 那这也挺好 还是有价值的 顾小夏应该是 会作为替罪羊 东方也可能会被 做替罪羊 这个东方也是 美国之音的老记者了 这次表现的也是 没有表现过 他应该有的水平了 这个有的时候 他的声音也被掐掉了 所以这两个人 也蛮可怜的 因为主要是这个事儿 对于美国之音的声誉造成的伤害太大了 而真正的压力是他们两个人所不能控制的 有的时候啊 人生当中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要被牺牲掉 就是要被牺牲掉 说句题外话 就说 这个事儿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事儿啊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 还是一个金钱的腐蚀 就是现在中国随着中国越来越崛起 中国是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 他把好长时间感兴趣的话 才能研究明白 他们搞不明白 另外他们已经同意了 那这个共产下干这个事儿 那共产下已经得到授权 所以他们不会 所以是应该是来自美国之音 领导层之外的更高的压力 迫使他 美国的这个权力啊 刚才这个邓和兄讲到这个 又提到四六年四四九年这段时间 美国没有有效的支持 共产民国政府 导致共匪 很轻松的赢得了内战 那么这也鼓舞了后来的金日成 发动了对南韩的侵略战争 这个促使美国政治家 万人猛醒 觉得亚洲的事情 如果再不干预 就有可能全部都落到 共产党的手里 所以派了麦卡特去 帮着南韩打北韩 那么也把中国 透露了这场战争 那中国参加南韩的 这个抗援朝 这就是一个说法 完全没有全韩齿寒 那所谓全王齿寒的因素 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 斯大林指挥他们 把中国人去当炮灰 这个说来话长 美国的政治实际上是 一直是有 有这个分权制衡 这是他的民主的特点 他有的时候呢 是一波政客 他这个民主党是一套做法 顾和党是一套做法 有的时候是官僚 你比如想美国国务院 他是一个 很多人是连续 多界任用的 他是一些科业人员 就是 咱们过去 中国人管这个叫利 就是一些技术 国务院好多都是干这个的 像中国政策 具体还是他办事 他出意见 那么白宫换了人之后 有的时候 他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所以说 至于说谁 到底是一个什么力量 传达了中国共产党 最高领导层的这个意志 导致美国之音停播 严重损害了美国之音的声誉 这个背后的力量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相信慢慢会知道 在这个郭文贵 这个 在美国之音这个爆料 也就是19号之前 至少有四五天 我就在推特上 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事 因为为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 郭文贵在这个推特上 这个拉黑了我 拉黑我的原因 我后来分析 可能是因为 他曾经就是发过一张 他跟达兰喇嘛的照片 合影的照片 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那么我呢 接到爆料 是说实际上 他是执行马剑 国安部副部长马剑的任务 因为中国政府知道 得到情报 说达兰喇嘛 流了心脏病 那么马剑需要去派郭文贵 这样的人去 亲自去探测一下 摸摸情报 看看咱们喇嘛 是不是真的得了心脏病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郭文贵就干这个事去了 我把这个事推特 这个显然是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2017年4月19日的深夜 确切的讲 应该是4月20号的凌晨了 各个社交媒体上 都在讨论 美国之音 突然掐掉信号 终止了 郭文贵的这个第三季爆料 这个事 很多种说法 我在一个群里面 做了一些发言 也有一些其他群有的发言 我转给大家听一下 供大家做参考 郭文贵这次爆料 被突然中断 引起了很大的 这个轰动 尤其是在推特上 因为郭文贵在推特上战斗 所以推特上 无数的人在议论这件事 在其他的社交媒体当中 也在讨论 我明天上午 这个美国时间 要到美国的这个 对外的电台 去谈这个郭文贵这个事 到时候 再给大家分析 详细的这个 一些细节 那现在我想跟大家 透露几点 观察到 我认为 这个有意思的点 第一呢 就说郭文贵啊 这次爆料啊 报道 刚报道有意思的点 就突然中断了 那么被中断之前呢 已经爆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 他说是 郭政华啊 这个敲打他 可能要5000万 他说你给出去啊 只是给了150多万了 这个已经给不上了 这个应该是有证据 当然证据没有展示 没有来得及展示 郭文贵拿了150多万 那只是说 郭政华想通过他兄弟 想把这个伊朗 伍兰顿再退回来 啊 郭文贵没有接受 那么退回来之后 这个将来 向中断委 也有一个说法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说是郭政华 实际上 他的后代老板 是 是包子 等于是包子 让郭政华 啊 去叫他 老七山 可能建筑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 过去一直有人猜测 包子和齐山不是一路的 而郭文贵是现成方法 拿证据来说 他们坚实 这件勾心斗角的 第二呢 就是在这个郭文贵 爆料的 几乎是同时吧 啊 从国内 啊 通过博讯嘛 或者通过一些 其他的新注册的 一些账户 在优秀国上 啊 东西里的东西都出来了 包括马倩 啊 包括这个 王世杰 就是过去的 郑州市委书记 这都是因为 跟郭文贵 打交道 落马的 啊 这个 高级官员 这些人都接受 中纪委的审查 这个审查的目像 嗯 都都 都出来了 在在 YouTube都发出来了 啊 等于 当然这个目的是很清楚 是要说郭文贵 这个人不行 谁跟他打交道 其实倒霉 这个是诋毁 郭文贵的人格了 这个 啊 当然这个背景 这个是很清楚嘛 谁能拿到这个东西 我们小老百姓一般的地点 绝对拿不到 这个是攻击委高层 认为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其他那边的人弄出来的 啊 王岐山的那一派的人啊 甚至是胡舒立他们的人啊 但是放到境外 境外能看到 那还能看到 第二呢 郭文贵的这个爆料 进行中 这突然终止之后 几乎是很很快 大概几个小时之内吧 啊 国内的这个中纪委啊 那些审讯机会就出来了 包括马健啊 包括原来的 郑州市委书记 就是跟 郭文贵打过交道的人 纷纷接受 中纪委的审讯 这个审讯记录啊 视频 坐在海外的 YouTube上 给弄出来了 当然是为了 诋毁郭文贵的 这个人格了 就说这个人是个烂人 上面有朋友问 龚小夏有没有问题 这个国外相 我认识了很多年啊 他这个是 现在应该是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主任 他呢 那是 他呢是 应该是 啊 促成郭文贵爆料的一个 主谋 啊 他从他角度来讲啊 从专业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把这个事情 做成做大 做越轰动越好 反正就符合新闻规律 新闻工作者总需要把新闻 做到最好 当然肯定来自 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北京的压力 来自美国国务院的 甚至白宫的压力 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猜 当然我们没有证据啊 啊 所以他没有扛过这个压力 很多这个推特上的推友啊 在骂顾小夏 啊 啊 优秀国上的这个 呃 美国之音的这个 视频节目 啊 啊 这个留言 也绝大 啊 啊 客观公论的讲 公教下 作为一个老的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一个博士 美大毕业 哈佛毕业 啊 他的学历 他的这个 呃 新闻的从业的背景 比陈小平要 要资深的多 学历也比陈小平高 但是他这次发挥 没有发挥出他的水平来 他没有达到人家 呃 明镜 陈小平的水平 这个是非常以下 可能是压力太大 可能是压力太大 呃 所以 对于他个人可能是个不幸的事件 呃 这个事情 因为牵涉到关系比较大 影响又很坏 可以说 这个兄弟王伯拉伯你好 这个昨天我一直在听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啊 报道一 刚刚开始有点头绪 这个时候这个中断了啊 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中断了 这个事情给我感觉到啊 这个中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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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海外势力啊 在日渐扩大啊 甚至影响到美国了 这个川普啊 本来的对方抱有很大的信心 就是啊 非常强猛 结果呢 也屈服在